马上我们今晚的音讯 好, 第一个音讯在我那里 就是跟做运动有关的 现在很多香港人都喜欢跑步 但是如果你做运动的时候 有另一个空间的运动员在 不知道你有什么反应呢? 这件事就是发生在夏威夷 标题就是 马拉松疑状鬼 原来是夏威夷阴间战士? 在美国有一个女子叫Kate 跟她的朋友在19年参加夏威夷的马拉松 期间当然就有拍照留念 不过事后回看的时候 竟然看到在森林里面 有一个全身黑色 穿着斗篷的人形物体 很恶地看着他们 经过深入的了解 他们才知道原来是一个 当地叫夜行者的传说 这个夜行者话说就是在古时 夏威夷战士的灵魂 那万一你真的遇到她的话 你要立即脱衣服 趴在地上 不可以望她的眼 因为这样你会无命的 也有人说 如果你即时将一些尿 淋在身上 他们都会无视你 那就不搞你了 但我发觉 无论是什么国家 什么文化都好 树林是一个很多灵异事件 发生的事 为什么会这样 我认同你 要认同一下 因为我刚才看的那一段 如果大家看不清楚 可以重溫一下 那段片里面 我记得我20年前 我收过一个家庭观众 来到电视台给我的一条片 就是像刚才那条片 那条片是怎样的呢 他们去旅行 你可以看到那条片 他去旅行 想去树林 去洗手间 他发觉树后面 有个类似人形的东西 但是后期发觉 看到吗 他这一下 他吓得连电话也跌下地 他以为那条树林上有东西 怎样越近呢 你看到吗 他飞了出来 前面向天空飞走了 有些东西突然吹嘴 是 我本身以为是个人头 以为他就是一个人躲在后面 他以为他的头发遮住 但他刚才是打斜 有没有看错 是打斜地飞出去 那他就马上拿到电视台给我 当然那时 当时20年前 电话的摄录的账数没那么高 但我们的细体是没有做过假的 我只可以说他意外拍到树精 就是像刚才 好像刚才你这段音像 那个夜行者 那个夜行者 可能有不同的解释 他就叫夜行者 但是我们叫树精 中国人就叫树精 是 大自然里面很神秘 你刚才说你的朋友是去那里小解的 最后怎么样 没有 没有 你还记得小解 到最后 他自动小解了 是 全个腹都是 是 祝他的平安 虽然你刚才说这个山精妖怪 好像很恐怖 但是他又没有真的做一些伤害人的事 我来这宗音信 真的好告诉大家 这个人是可以被这个山精妖怪更加恐怖 我读个标 提醒大家 先听一下 就是这个的男子 姓青 比鬼米 绑架幼童 做制品 话说 在清迈早年 就发生了一宗很离奇的绑架案 有个女童 她就叫Gina 她只有两岁 有天她本身在自己家的门口玩 但是玩玩的时候 她妈妈就说 就叫她回家吃饭了 但是就发现自己的女儿就没有认许 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女儿失了钟 原来这个Gina 她是给了自己爸爸的一个缅甸的朋友 捉走了 那个犯人后来就说 原来她是受到山精妖怪的驱使 说要带这个小朋友去做这个牵制 那很幸好 最后她只是把Gina放在一个洞穴里 并没有去伤害和杀害她 那最后呢 泰国的警方 是动员了差不多200人上山去搜索 最后是三天之后 才在一个洞穴里找回Gina 很幸好她身上也没有说有什么伤痕 而且也没有这个侵犯的痕迹 我觉得很恐怖 是 村长这个活人献制 是 活人献制我们以前常常都会听 就是不同的社会的文明里面 也有出现过这件事 但是为什么 现在现代社会仍然会有些传闻 有一个叫打山庄的东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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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山庄就是什么呢 那些人在起桥 起桥 他发觉两条桥拼不住的时候 他就会捉到小孩 是小的小孩 就刮个洞 把整个小孩拌在下面 就做那个桥的桥枕 哇 很残忍 是 是 是 但是很残忍的 还有一件事叫塞豆洞 有没有听过 有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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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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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有活人献的 但是当然 这件事依然是存在的 但是这件事依然是存在的 就是什么呢 现在未必找小孩 但是就会找一些什么呢 就是可能 鸡 猪 狗 猫 塞在那些桥的地方 就是做活祭 但是各个业 也有这些习俗 稍后回来更加厉害了 粤剧的习俗 相当之多 稍后回来我请出一个嘉宾 大家就知道了